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发现到的问题是因为如果老师太凶的话 会使学生会有压力 然后会造成课业跟情绪的问题 我们想用发问卷的方式来解决老师对同学太凶的问题 问卷内容里面有老师凶不凶或是老师有不有序 还有给老师的建议 但我们觉得问卷太针对老师了 所以后来改成用绘本的方式来示出我们想要让老师改变的题目 我们的绘本主要是在讲迷手动物学校 然后其中一个班级是有狮子但老师 然后学生有猴子 柴犬 牛 还有兔子跟老鹰 然后每个动物代表个性都不同 狮子是代表残暴 老鹰是代表独立 猴子是代表活泼 然后兔子是代表有一种去看门狗的感觉 然后柴犬就是中厚 牛就是老实 然后因为猴子常常被狮子老师针对 所以柴犬和他的朋友要帮助他 我们这次的行动主要是为了要改善老师的那种错误的教育方式 否则老师这样在阶约下 可能会造成小朋友太大的压力或负担 所以我们想要经由绘本的方式来告诉 宣导大家要怎么才是正确的教导方式 在脚步去看老师 就来看那个脚步得到的结果 这个有事 resultados outs 这个 超音乐 关门 负责的部分是哪 哪些部分 是动机还有还有那个 動机跟想法 那妳覺得我們設計的繪本怎麼樣? 有點太簡單了 妳覺得太簡單了? 那妳可以怎麼樣改進呢? 就是多一點新的一些角色的互動 希望同學跟老師們都可以 無性溝通的方式達成協議 不要動手動腳 妳負責講哪些部分呢?這個繪本 動物的介紹 那有哪些動物? 食指財犬 小豬、兔子 老鷹、牛 妳們主角為什麼設定成動物呢? 因為每個動物都代表著同學不同的個性 那妳希望大家看完這個繪本 妳希望同學們可以了解什麼道理? 要理性溝通 請問妳今天在宣導的時候妳負責講什麼? 溝通人的 那妳認為妳希望大家在聽了這個繪本之後 能有什麼樣的改變? 就是要盡情溝通才能解決問題 所以溝通的時候不要用太過分的詞語激怒對方 然後要互相傾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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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